大家好 歡迎回到廣萬咬者邦 三個方法大家正在做的 多虧那句 更新一下我們 因為長期合作的朋友終於頂不住了 不是這麼說的 到期了 因為它的企業已經到期了 所以就要關閉了 所以也沒有辦法支援我們網站和直播的Bandmove和企業 其實它的企業已經開了很多年了 到我們跳出來自己搞網站 它就開始支持我們 其實也有很多時間 即使是舊主持時代也正在用 已經在找它幫忙 所以也繼續感激它 今天是聖誕節 大家當然沒有工作 當然是在家聽咬者邦和動費最好 你不會被人重溫的 最好 首先要來一個動費宣傳2 幫阿俊做個火鳳的宣傳 這個火鳳的宣傳其實是一個非常難的遊戲 就是猜猜究竟 未來這一期的火鳳裏 哪一頁是某大第一萬頁的稿呢? 是第一萬頁的稿呢? 如果你想數書裡面的頁數是有點難度的 為什麼呢?因為目錄不算 封面不算 黑底白字不算 所以可能中間每期都要減弱乾的頁數才行 所以真的只是亂猜 究竟未來新出的火鳳這一期內 哪一頁是某大第一萬頁的畫稿真的畫出來的呢? 獎品都很豐富 因為就是火鳳寮圓的舞台劇的戲票 詳情當然就是看回火鳳的預告和Facebook page的資料 記住 原來五個五個火鳳寮圓連載了超過一萬頁 各位火鳳迷除了踏入八期CR之外 也可以慢慢地數下哪一頁才有 一萬頁 然後數完 應該差不多可以去看這部舞台劇了 接下來我們就嘗試說幾個展覽 講晚了 上星期我們去了兩個展覽 上星期六去了兩個展覽 分別是Toy Soul 2015 和邱風龍乘黑漫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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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又是聖誕節 對 太多活動了 大家也分身不下 沒錯 有什麼見聞呢 在Toy Soul Toy Soul 當然是找到我們兩位曾經訪問過的朋友 Devil Toys 和ACG Toys 其實最主要是看這兩個公仔 兩個模式 一個是海虎 一個是石黑龍 石黑龍已經是驗貨發賣 石黑龍是驗貨發賣 海虎是70% 科版 他說發展到70% 是否可以訂購? 還未 還未可以訂購 因為沒有去 海虎 各人的觀感不同 因為我都給朋友觀看 希望不要介意 我朋友說沒有海虎的味道 可能因為他沒有玩玩玩具 其實我看過 我也算是這樣OK 挺好的 海虎那隻他做回第一代 因為剛好我們去的時候 那個時段是人多的 有若干人進來 其實都對海虎 看到海虎的figure 是挺意外的 可能他們原本沒有太多留意 但一進來 很多人都說 海虎這隻很厲害 但大家都會誤會 因為他擺出打拳的姿勢 以為那隻是100萬匹 亦都是因為這樣 就會變成 抄襲人家的動作 抄襲人家的動作 我稍後再說 就會變成你以為那隻穿了第一 他是不是還沒穿乾濕外套上去 有 穿了乾濕外套 這就是不是100萬匹 100萬匹是爆了衣服的 應該這樣說 是海虎2的海虎和海虎1的海虎 因為海虎2的海虎身形是巨大了很多 但是100萬匹是縮小的 最重要是否是100萬匹的問題 100萬匹是白眉紅花和有衣服 因為你爆了衣服 所以有 大隻了才是白眉 但縮小就沒有白眉 但他的體型是一樣的 而且你爆了衣服 所以你會看到他身上也有滋紋 但因為他穿了乾濕外套和黑色的衣服 即是第一期全身紅了 第一期第一輯第一輯那本書的造型 即是他那時還是過著Double Life 就是有北軍浪和海虎的 所以大家可能會以為有落差 但整體來說還有藥乾的東西可以挑剔一下 例如他的頭部相對大了一點 如果陷入蓮華的身上看 因為現在我們看的頭身比例大約像是正常一般人的頭身比例 但你會知道是白頭身 我不懂得分明是白頭或是怎樣的 但問題是我們一般人會覺得高大一點 白頭也會高大一點 所以他們那邊都說會把頭身比例稍微造小一點 令到頭身比例覺得人比較高大一點 但他無論如何都大約是1比6的Model Size 1比6還是1比8 1比6 70%已經給錢買了 你是不是要多加三成的錢 有一件事我會驚訝 因為他這次有兩個頭雕 一個是張開口 一個是合謀口比較嚴肅的表情 為何沒有黑面 沒有黑面我很失望 你自己有 沒有黑面的頭雕我很失望 你自己有的 我只要黑面有三條錢買的 那你多買一個然後把他合謀口 他再搭兩支指甲油就可以搞定 而且他還未出的 他手帽也未出的 他可能真的有 我希望有 因為我做不了一些名場面 那個樣子應該怎樣 打黑面但看到眼睛 看到口的 看到錢買的 有的 因為他什麼表情都可以打黑面 EA扒牙也可以 抹大口也可以 而且他所謂打黑面不是完全打黑面 中間 因為他真的是一種陰影設計 但是 他們都知道 胸是相對不夠挺的 因為海虎或港曼的人的胸口 尤其是是屍級 對 很大隻 所以他也說 有些不夠實正 或者那種肌肉感 這個也是 但如果他跌得太高 太突出 就會變成一波 就會變成一波 但他的髮型做得挺好的 剛剛想說的 他的髮型做到那種飄逸 算了 其實他也說 把一百萬匹的頭 給師傅參考 參考完之後 其實就 手掌那個 出來的效果其實都是 挺好的 我覺得已經是 很能表現到 這個就是喊 即是一百萬匹的頭 因為他根本就參考了一百萬匹的頭帽 只是頭部是OK的 只是頭部是 看得出來的 難怪我還以為加上這個姿勢 一百萬匹吧 即是加上這個姿勢 直接是致敬 向自己致敬 有一點分別 因為一百萬匹的頭部是打右拳的 他現在就是準備打左拳 不過anyway 你換 這樣就會變成擺放的方向 這個純粹擺放的問題 但是那件事 擺放鏡頭就行了 預計 1300-1400 好像是公價那樣的東西 他還未公佈 可能改了 我猜他應該不會貴到1600-1700 因為很難做 你也明白 1400-1500 八物行貴 到時候出現時 就比較有通過膨脹 應該是明年的事 相信是明年的事 最多是845 1400-1500 因為現在起跳的一隻 1比6式架 我講到正版的那些 你不要說第三章出的那些 1200-1300是起跳的 不知道 Defo Toys 想定價定到哪裏 除了Defo Toys 他也說少少 幫他做宣傳 除了海虎之外 我見過一些新產品 例如有一個跟馬來西亞設計師設計的日本機械人 日本人形機械人 他之前推出的那隻 World of Order 也推出了一隻 1比6的狗雕像 即是那些軍犬 軍犬那樣的東西 在訪問他們的時候 正式都推出了 有齊的配件三節筋 手勢 樣子 比起上次的版本更好 不過我也略嫌頸長了一點 因為 你做龍虎們剛好 石黑龍和黃小虎都穿背心 所以數體很容易露出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玩具問題 他一定要有這麼長的頸 所以可以支撐到頭 我不確定 但看來感覺是頸部有點長 但他擺放的動作可以很多 非常多 還有看見很多開發中的產品 例如石黑龍的金鐘罩 看到鐵匠的Figure 鐵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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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鐵匠 其實動漫節也有的 但比較吸引到 茅者和我的 我看到火雲蛇神的椅子和火雲蛇神的面具 是不是會出火雲蛇神的Figure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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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雕刻也需要時間 還有要資料 如果無緣無故為興趣雕刻 雕刻也有活塞藍的行為 你只會雕刻 給石黑龍坐吧 我最初也有想過 應該是要坐下去的展示 當然可能那張帽子不坐也不定 那坐下去的氣勢出來 鑼蛇神 握著面具 然後 不過那件衣服 身體可能就做好了 所以看到那張椅子 我心想 似乎 鐵匠都不願意 還有那張椅子是大過之前出古惑仔 陳浩南那張龍座的 因為陳浩南那張比較細緻 但這張比較巨型 這張椅子差不多 因為它有些姿勢撐開了 實質的那個 差不多 因為這個鑼蛇的角 椅子有兩枝角 伸出來 感覺上是比較巨型 他的面具真是 鑼蛇面具 對 因為邪神起碼都出了兩個頭 這個就是 有一個戴了面具 一個就是沒有戴面具 洗成蓉的 另外再送一個 叫做Pastee的面具 因為可以讓你拿著 這樣才適合 如果你出了一個戴得的面具就更加好 但相對很難 因為太精細了 陷出來陷得很小 太精細了 那個功夫 不過如果這張椅子連椅子連面具都應該很貴 相對是貴 有想的 可能會比一般1比6的架 1300元起跳再多一點 如果這樣看 上次的龍頭版是不是賣1600元 1700元 好像差不多 應該是 但是老實說火人邪神的叫作力也很高 而且是千呼萬喚 因為黃小龍也有數看 有帽子出來了 直接跳過去了 出來幹什麼 而且你先出火人邪神 龍虎打邪神 你再出黃小龍的時候 你會變成三王戰邪神 可以爭女 即是被迫要出玉宜 就是要出玉宜對球 整個計劃都出來了 你先出火人邪神 人們都買完了 再買到黃小龍 跟他打架 打架為何呢 之後再出玉宜 整個銷售策略都建立了 一條龍 起碼有些人幫你製作三隻 三隻不是黃小龍 跟黑龍 跟小虎 是邪神小龍 跟Yogi 除了這個剪輯之外 還想說多兩件事 Custin的Figure是可以買的 他也在那裏畫畫幫人家 是昨天而已 什麼昨天啊 昨天 你說什麼啊 第二天的剪輯是星期六 我們是錄音節目來的嘛 另外再說兩句 Hot Toys是Making Us的曬馬 看來他們的Figure都很大 Civill War的Figure都出來了 我看見他 哇 他弄光了 現在很棒了很多 在電影上之前已經叫你先訂了 電影上的時候 再拿出來賣 我記得我記得沒有記錯 Hot Toys 放一隻Hot Buscar 不是1比1的 總之是很巨大的Hot Buscar 後甲的Badman 還有四部編速車 再加上The Dark Knight版的The Bad 還有King Arts 你會看到未晚的水都吃了很多東西 想到我們的Page上看 舔你了 我已經分享了一些之前拍下的照片 放在那Page上 說完我只是幫人 當然是說廣漫的 雖然剛才舔了一些美猛的東西 休夫龍的原話展 一句說完 厲害 兩個字很厲害 三個字說就很厲害 不用賣票進去嗎 不用 因為動漫機地從來都很長不收入場費 馬sir 要你收請假 馬sir 不同 他自己收了費 在書中收了費 你給他買一本書 買十幾本 買兩本書 後來更正了 不是買十幾本 他之前是臨尾才跟進的 是 能改也是好事 我剛剛去的時間 就是阿龍哥在簽名和抽獎的時間 不過我已經拿不及籌了 因為我太遲去到 有若干的原話 包括 已經下色了 包括有航龍十八腿 我懷疑是電龍出的那套 我懷疑是電龍十八旗的封面 二次創作 沒有二次 一次的 封面是一次的 招式是二次的 其實也不是的 十八掌和十八腿的招式是不一樣的 然後有火雲掌 斜臣組封面 斜臣的七色 火雲鐵筒 火雲無邊 五絕 火雲五絕 是嗎 火雲五絕 正是火雲掌的七色 因為火雲五絕是包括 七色火雲掌 即是五絕的其中一絕 然後還有鹹蛋超人 之前為了展覽畫了八幅圖 包括七個鹹蛋超人 加上一幅全家幅圖 然後還有神兵元旗的設定圖 神兵的設定圖 沒有角色 主要是十大天神兵的其中八把 例如天珠原本是蝙蝠戰的 天珍說這把劍是一般的 原本沒有八色的 最多是四色的 原本是紅藍黑白的 未陷入內蒸石 而後面叫紫劍 原本是沒有這件事 會變成黃黃的、金金的 變成一把全天精石的感覺 虎柏、天珠、十方驅滅 太虛、神龍赤、世雲 以及雷展? 沒有雷展變差沒有 然後還有大絲殺幾幅圖 然後是龍神和小魔神的原稿彩圖 這裡佔了兩個Display room 另外還有一個Display room 放一些黑漫畫的稿 主要好像是第四期的稿 即是新的稿 大致上剪出的就是這麼多 但每一張都可以看很長時間 我看到有些照片 有些小朋友在這裏 是不是真的龍少女粉絲呢? 可能有的 因為接下來大拳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推出 但他就很厲害 我認為這是那晚第一個 這麼厲害的project 本宵未推出的產品已經賣得很棒 又是阿伯 又是退堂膠 又是超合金 已經很瘋狂 相比起以往的作品都要瘋狂 然後有段大拳在動漫節也展示過的小動畫 大家可以看看 但這不是廣東話的 因為它根本不是在這個市場 女讀者也有 女讀者也有 有些是外國人 有一張照片看到的是外國人 但另外我看到若干的女讀者也會一起去看畫展 龍哥的勁就不用說了 但我覺得有一個留言值得標誌 也有標誌性 有些女讀者在看 我覺得他應該會畫畫著其他東西 然後他留言說 很厲害 因為他看到他的落筆很準確 不太洗草圖 就可以畫到他想畫的東西 其他落色的動作 我沒有特別聽到 但我只聽到那一段 很可惜的是 推廣始終不太多 大家還未知道香港漫畫家 尤其休福龍的技術程度高得那麼厲害 如果你看到他親手畫一張畫 你會看到整個流程 包括落色的畫 最初以為他畫一畫 到最後一幅畫是很漂亮 雖然我拍了很多照片 都分享在頁面上 但原稿的威力是隔著電腦 以及隔著電腦看相機拍出來的東西 尤其是有很多燈光 射了 最好就用自己的眼睛看 一定是自己去彎仔 非常方便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我想問錢有沒有多久 到27日 即是今天播放的話 還有兩天的時間 而明天和後天都依然會有東西賣 因為他只有星期六才會在那邊做到擺檔的Proof 買了什麼呢 我自己買了一套澳的名家畫集 所謂澳的名家畫集 其實是金色的 我買的是會場限定版 限量五十盒 我看到的時候 我應該是尾二那盒 我猜 另外限量二百盒的是黑色盒 黑色燙銀 金版是銀版 你買了金版 為什麼不買銀版 我沒有那麼多錢 哈哈哈哈 這盒是四百二十元 分別有邱方龍 馮哲銘 張萬有 梁偉家 戴慶然 馬遜 葉明發 鄧大軒 廖光總 梁偉豪的 親筆畫的 複製原畫 他是彩色的彩色 黑白的黑白 即是原畫是彩色的彩色 原畫是黑白的黑白 有四百二十元 有四十二張口卡 值不值得呢 就見仁見智 真的沒辦法留言 我自己就 最初很猶豫 因為我價格真的有點嚇人 老實說 四百二十元 四十二張卡 你這些東西只是貼不起來 又貼不起來 又表不起來 又不是親筆畫 麻煩一點 你要連不去 除了十元張 複製原畫 又有口卡 我覺得也是這樣 我覺得可以接受 由我個人來說 龍哥 馮哲銘 張萬有 也有多 鄧大軒只有一張 其他也有四 五張或以上 廖光祖的龍虎三王和邪臣 女版 是很漂亮的 非常值得看 但這個我就不展示了 因為我有機會取代原作 你有沒有拿版權呢 我當然沒有 他呢 那些是不需要版權的 因為你覺得他像是 女版龍虎三王和邪臣 但他可以說不是 他其實是在畫呂紅棍的 對 為什麼也要拿版權呢 但問題是 如果我拍了share 會不會導致他有經濟損失呢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取代了 看完就算了 我可能會以身示範一下 等條奶過了 對 條奶過了就收回了 買我每一幅都加 comment 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又會用力不去 再很多gon 刀的比較辛苦 這幅很棒 很棒 全部都在評論 b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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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又買了馮志明佔用其二十周年的霸刀ī 他買了馮志明入行表達四周年的霸刀 allen的霸刀包單 就是靠貼仿ós Indeed 霸兔 也是 我是不是霸刀 忘記了 你沒有分成死同なら 因為阿添也不能選擇 黑色布和藍色布 黑色的就是橫刀 藍色的就是霸刀 不 其實一定可以分辨的 因為霸刀那件袍 不 其實不是霸刀和橫刀的分別 是它兩個複雜的分別是霸刀和飛鷹 那我一定是霸刀的 因為有一個刀是霸刀 飛鷹雖然霸刀是霸刀 而且它沒有霸刀 飛鷹後期也有霸刀 飛鷹後期有霸刀 飛鷹後期有霸刀才霸刀 但它沒有銀色的刀在上面 另外還有什麼可以買呢 包括水晶畫版 AR可以動的 但我沒有這麼多貨幣在身上 黑漫畫有四個版本 我買了其中一個版本 鐵盡中環200期的騎尼寶劍究極尊貴版 我也是沒有買 因為那一句沒有那麼多貨幣 而且我已經沒有貨幣在身上 所以我都沒有貨幣在身上 200多元 只是那一盒都四塊多元 即是你選擇了貨幣的貨幣 之前不是有草圖集的嗎 即是鐵盡中環11、12、21、21、27、28、6個號碼 即是攪拾浩馬的六期草圖版 現在它製造了貨幣 即是之前買不完 即是之前買不完 那也正常的 現在套裝推出175元 我覺得如果你之前沒有買的話 這個是值得的 可不可以只買個盒子嗎 也是175元 你只買個盒子 它送書給你 放下 我覺得它們都可以接受你們這樣做 或者你照樣付175元 它給你一套書 然後你只要一個盒子 都可以給它一套書 轉送一套書 你可以用175元買這件事 大致是這樣 稍後回來 繼續跟你說話 再包 再包 感谢观看